而中国大陆势必从这个星期天开始 又会成为全世界观察非常重要的聚焦重点 因为它即将象征透过了周日召开的20大之后 习进入第三任的任期 在12号闭幕的是中共第19届七中全会 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它透过了党章修正案三份 那么这个修正案会在20大上面审议 另外为20大暖身出现了一份公报 内容点出坚持一中原则 同时再提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而中共的政权核心会继续由习近平领导 也就是独尊习近平大 那么各界看法都是20大之后 中国大陆官方对于松绑不可能会有更多的动作 依旧是坚定清零 甚至有人说到了明年春天 中国大陆北京召开两大之后 清零依旧是警报不放 尤其是在最近几天 看到中共的官媒不管是平面的或者是电子官媒 中央电视台都连续好几天 以全篇幅全节目强调清零政策的必要性 这个周日10月16号 中共二十大就要在北京召开 在此之前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内 199位中央委员参加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闭幕式 会议上通过了党章修正案三份文件 准备要在二十大上审议 随后也发布会议公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 公报内容明确点出一个中国原则 对台湾主权议题丝毫不让 举二十大后由谁来领导开启大陆下个五年 答案似乎也没有异议 习近平站稳中共党内地位 不仅是公报上透露出的讯息 这回二十大召开 邀请境内外媒体记者两千多人采访 由于防疫要求都已先行进入北京 新闻中心特别为各媒体记者 举办两场大型活动 其中一场就是参观 在北京闪览中心的中共十八大以来 发展成就战 大批的外国记者来到了我们新闻中心 然后也来到我们展区 尤其是反正今天一上午 应该能有大几百人次 展览中不仅有攻击十一无人机 等大陆先进军事武器模型 室内展区更充斥习近平照片 列举事迹俨然就是他的成果发表会 而海外华文媒体明镜总编辑和平 在二十大前接受访问 评论指未来十年中共党内 没有挑战习近平权力的派系 除了中共政权 习近平对防疫坚持动态清零 原先外卸猜测二十大后大陆防疫会有所松绑 如今看来希望渺茫 不仅大陆放宽境外防疫政策空间有限 与香港通关也会继续推迟 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更连续三天发文强调 要坚持清零政策 大陆央视新闻节目 新闻一加一12号整整二十多分钟的节目 也都在讨论清零的重要性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一到假期就哪哪不能去 都两年多了 耐心已经快磨光了 即便截取网友留言 知道对于严格防疫积累的民怨 不过节目上邀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两万年 而是在为官方防疫政策护航 新的变异是BI5 甚至现在的BI7可能更快 也就是说只要你一放松 会在很短的时间内 几乎就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被感染 这种感染的概率 那就是百分之几十的概率 从九月底包括内蒙古深圳 山东新岛等至少大陆五个地区 发现Omicron BF.5变异株 两万年止疫情的变化 无法明确定出时间表 可能到明年大陆两会后 严格的防疫都无法松磅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